嗨 大家今天過得好嗎 我是三世達壽福的江洪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SHIMANO的卡踏 公路車的卡踏我們今天有分 DURAX等級的 跟ARTIQUA等級的 以及105等級的卡踏 SPD系統裡面呢 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動力傳輸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踩踏平面的 比較寬的面積 那第三個呢 它是有一個可以調整 張力的部分 這三個等級的卡踏它的外觀 大致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它的材質呢 都是屬於 碳纖複合的材質 那首先呢 我們先從最入門的105等級的卡踏開始 你會看到105的卡踏的外觀 也是屬於一個 碳纖複合的材質 那中間的軸呢 是剛做的 那裡面的構造呢 它是屬於一個密封的系統 裡面有許多的鋼珠 它不是使用培鈴 是使用鋼珠 那這可以方便我們來做拆解跟清理 105等級的卡踏呢 它一對是265公克 那如果你買一個標準的盒裝的 卡踏的話呢 它會附 它會附上一個 6度的黃色的扣片 讓消費者能夠使用 那接下來介紹 Atequa的卡踏的部分 可以看到Atequa的卡踏外觀 它也是屬於一個碳纖複合材質 然後中間的軸呢 它跟剛剛的105也是一樣 是使用同一個材質的軸 那裡面的系統 它也是一個密封的系統 然後裡面也是用鋼珠 讓你能夠 簡單的做清潔跟保養 那Atequa這個重量呢 又比剛剛的105再更輕一點 它是248克一對 那Atequa還有另外一個型號是屬於 加長軸的部分 那關於這個加長外推4mm這個軸長呢 消費者都可以透過專業的fitting 來去知道說 你到底需要 什麼樣的卡踏 來去做選購 然後 Atequa這個版本呢 你如果買標準盒裝的話呢 它裡面會附上 附上的也是一個 黃色 6度的扣片 來讓消費者來使用 那我們最後來介紹到 Durize等級的卡踏的部分喔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外觀 它也是一個 碳纖複合的材質 然後它的重點 它的重點是中間這顆軸呢 它的軸跟Atequa或是105等級的軸 它的材質是比較不一樣的 那這個軸裡面 構造稍微不同 裡面的剛凸數量也稍微不一樣 但是整體來說也是 方便讓大家能夠快速的保養跟清潔 我們Durize的卡踏呢 一樣有分兩種版本 一個版本呢是普通軸的版本 那第二個版本也是加長4mm軸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 這個多出來的部分 就是它加長4mm的部分 一樣 我們也是要透過專業的fitting呢 讓消費者來去選購 選購是不是要用哪一個卡踏 那在Durize的部分呢 你如果是買標準盒裝 它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附上的是 藍色的扣片 藍色的扣片呢 是兩度的扣片喔 它的調整的範圍比較小一點 比較屬於比較高階的騎乘車會使用的扣片喔 那這三個等級的踏板呢 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就是它 踏板的滑順度喔 我們現在可以來看到 105等級的踏板的滑順度喔 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阿體掛的 好 那接著是 差異比較大的 Durize等級的喔 可以看到Durize等級的滑順度喔 其實是很好 不管什麼樣等級的車友呢 希望透過今天的介紹 介紹這三款卡踏之後 在未來如果你需要選購 Shimano的卡踏 能夠都有 更深一層的認識 然後找到自己 最適合自己的卡踏 掰掰